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高段位的人眼里 一切都是能量 为什么一切都是能量组成的呢? 小到原子 分子 大到天体运行 世间一切有形无形的物质都在不断地运动和振动 能量就是由物质的运动和振动产生的 不同物体的振动频率是不同的 所以产生了不同等级的能量 频率最高的称为无形的物质 如思想意识 频率其次的为有生命的物质 比如人和动物 当然人比动物要再高一点 振动频率最低的成为固体物质 比如花草硕木 桌子 椅子 人体等等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说的万物皆有灵 人类的初级能量从饮食中获取 中等能量从大脑中获取 高维能量来自于更高等的空间 赫金斯曾在房间里的墙上并排放置 频率相同 速率不同的老爷钟 然后走出房间 第二天再回来时发现老爷钟的钟锤 皆以同速率同步摆动 其后许多人相继重复此钟锤实验 屡试不爽 事实上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 比如未振动的琴弦会受强烈振动琴弦的影响 而意气共振 某女高音的声音能振破玻璃杯 因为她高频的歌声无形能提高玻璃杯有形的振动速率 当振动高到某一程度 玻璃杯无法再维持玻璃的形状因而破碎 还有一个词叫量子纠缠 相隔很远 远的已光年纪的二个量子 之间并没有任何常规联系 一个出现状态变化 另一个几乎在相同的时间出现相同的状态变化 而且不是巧合 因此我们要接收外界的能量 首先要调整自己状态频率 使频率同外界进行对接 然后获得传输而来的能量 要想吸收能量 首先我们要是自己安静下来 静下来意味你开始减少能量的消耗 比如道家讲究虚极 静度 只有虚才能开始从太空宇宙中吸收能量 而静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自己无限趋于虚无 这样能量才能流进来 具体这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小万要开始泄露天机了 告诉你们答案 先来看一个问题 一滴水怎么样才能永存 当然是把它放进大海里 人也是这样 所谓永生就是让自己彻底融合进万物运转的 时空循环当中 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天人合一 其实意思就是说大到宇宙天体运行 小到人体五脏六腑 其运行逻辑上都是一样的 这也是我们所说的道 对于很多悟道修行的人来说 打坐苦思冥想的本质 其实是调整人体的运作状态 使身体的运作秩序将同外界的宇宙天体一致 你就变成了宇宙天体在世上的一个投影 然后做到了忘我无我 比如古代人所说的人体内的小周天 其实代表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这一系统 人的脊椎有24节 随着身体的循环 每一个骨节都会发生相应的感应 而根据对这些微妙变化 古人体会到了一个周期应有的变化节点 于是把中国农历的一年分为了24个节气 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其对应点 通过反观与内视 所有的星系都会在人体之中找到对应的位置 比如五脏之中的28星宿 比如命门之中的银河系 静心的本质就是不断提高自己与自然的共融能力 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再比如佛家的禅修 禅定让自己的大脑和全部身心细胞 处于高度安静的状态 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像超导体一样 你的心就是整个世界 当你充满着欢喜心 慈悲心 包容心的时候 时空的正能量会源源不断流入你的身体 当你蒸发善心善愿的时候 瞬间就会得到无限的能量 人一旦到了这个境界 自然的就能产生到敬天爱人 爱护众生的仁慈 这就是很多天才成功的原因 他们的内心蕴藏着无穷的智慧 他们心念一动就会调动大量的能量 来帮助他完成所要完成的事业 世界上很多科学家 政治家 商人 明星 都有自己的信仰 很多天才 他们之所以能成功 往往来自瞬间的灵感 灵感的本质 其实是来自于时空的能量 安静能赐予一个人无限的能量 比如乔布斯就有禅宗的经历 他从小就喜爱研究东方神秘主义哲学 禅修不仅让他戒掉了大麻 丢掉了刚愎自用的性格 并让他成了天才 他那慧眼独具的战略思考 以及艺术唯美的产品设计 一定来自于每日坐禅 带来的正能量 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 我们一定要深刻地意识到 自己体内都蕴含着无限强大的能量 小万为什么要制作今天这期内容呢 因为未来社会每个人都要学会修心 修心比努力和拼搏更重要 练就一颗如如不动之心 面对各种外界变化 要把无常当有常 让红尘练心 练出一个强大的内心 才是未来一个人最关键的能力 修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打开我们先天本有的智慧和能力 这个人人具有的先天智慧和能力 中国人称为道 瑜伽称为凡 儒家称为人 佛家称为佛性 无论是孔孟之道 佛陀之道 老庄之道 还是瑜伽之道 其终极目的只有一个 如何引导我们进入开悟的状态 在反复的世界里 很多都是恒常不变的 但在开悟的人看来 一切都是无常的 打开了 我们就悟到了 那些整天为了寻求某种特殊能量 而去修行或者开悟的人 比如秦始皇恋丹 比如现在硅谷的大佬 利用人工智能去改造器官 注定都是徒劳的 因为他们是企图通过权力或者金钱 去获得某种能力 这种庸俗的想法其实都是执念 这种人永远也不能真正开悟 真正的开悟和权力无关 和金钱无关 和科技无关 只取决于自己的内心是否安静有关 开悟的人从不解释 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开口解释或者描绘 就着了像 凡是能被说出的真理 已经离开了真相 此集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 也是佛家的凡有所见皆是虚妄 开悟的人明白真相是不可知的 而真理亦不可说 如来佛祖说 以色见我 以阴生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对于真正开悟的人来说 他们的一切不可说 不能说 不必说 他们活在所有的说法之外 因此我们所听说的 或者亲眼看到的气功大师也好 特异功能者也好 心灵导师也好 灵修培训班也好 必定都是假的 江湖骗子而已 真正开悟的人不畏名利 没有牢骚 没有抱怨 没有妄想 没有执念 他的心是平静的 在平静中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这就是智慧 也是佛性 也是顺天行道 道法自然 自然而然 开悟的人往往心如止水 无论是在生活安逸 顺风顺水的时候 还是在挑战不断 困难接连而至的时候 心情都是一样的淡定 开悟的人有一种能力 是一种融化万物的能力 他们和万物和谐与共 不增不减 开悟的人有一种自律 因为他们懂得自律 所以才拥有了真正的自由 开悟的人有一种创造力 他们可以从无到有 开悟的人有一种自信 因为他找到了生命的根 自信不是给别人看的 自信更不需要被证明 开悟就好像玩游戏 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 根本不是游戏里面的主角 而是玩游戏的那个人 开悟就是点燃自己生命的人 这生命是光 可自照 亦可照人 这是一个觉醒的时代 通过今天的内容 是否对于开悟的状态 有了新的认识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告诉小万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